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静明 本期节目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灾难性的 一个趋势趋势向 就是美国 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这个左派 正在抛出一种 非常毒辣的 对美国社会破坏的新政策 他们正在全力要推出 这一项法律 这个法律叫做平等法 本月25日 法律的这个草案 已经在这个众议院获得了通过 尽管是微弱优势 或者通过 但这项法律 它的危害 不容小看 根据它这个平等法 家庭 性别的称谓 都要去掉 所谓的为了防止性别歧视 而且 这个男女的界限 又要重新界定 不是根据生理来界定 而是根据 这个 每一个个人 他认为自己是男的 还是女的 这个就很荒谬 为什么呢 因为 我 比如说我明明是男人 我突然 我突然哪一天 这个心血来潮 我认为 我想常常 女人 做女人 感受一下 做女人是什么滋味 那么我就可以 进入女厕所 这种性别的界定 它不是根据 双方的生理 而是根据 这个 个人 个人的选择 我可以选择 他一个人 他可以选择 做男人 或者做女人 不用 不用管他自己 他生理 他的身体是男人 这就是一种 人能的 颠覆 表面上看 好像他对 大部分人的 大部分人的影响 不到 但他只是一个 但他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 有一些这种 有一些社会 他为了 实现他那种 一种 性变态的这种 批号 比如说 偷窥 他就可以 声称 他是女人 他进入这个 女厕所 或者是 遇事 进行偷窥 偷拍 还有就是 取消了性别 取消了性别的名称 他对这个 家庭人能的 他会产生 很大的破坏 那么这个 父亲母亲 取消了 只用这个 parent 只用父母 以免性别 歧视 那么 必然就会 进一步 这个 减弱 晚辈 对长辈的尊敬 还有就是 这个 根据这个 平等法 他12岁以上的 这个 未成年人 他可以 自我选择 可以 不用经过 父母同意 甚至 不用 经过 父母的 知道 就是父母 你根本就 不需要 告诉父母 他就可以 自主做 变性的 手术 而医院 不能拒绝 这就是 非常 这就是非常 危险 而且非常 荒谬 因为 你12岁 他这个 心里 并没有成熟 用句通俗的话 说他并 不是一个 懂事的人 他在这种 意识冲动 或者轻率 或者什么 因素的 诱惑之下 他去做了 变性的手术 这就会产生 不可利益的 后果 你比如说 阉割了之后 你怎么 你怎么 变回 男人 就会 对他 很可能会 对他造成 这个 终身的 阴影 和伤害 所以 这个 而且 他这种 平等法 打着 这个 反性别 歧视 打着 这个 个人 自由 这个 幌子 一旦 实施以后 他会进一步 煽动 这个 这些 美国的 这些 青少年 未成年人 小孩 未成年人 青少年 对父母的判例 我们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我们这些华人都知道 来了美国以后 小孩很难管教 变得非常判例 不要说没有笑到 他是一种判例的 很多情况下 他是一种判例的 他对父母 很多都不尊重 父母 给他的这个 给他的忠告 给他的建议 给他的要求 他是对的干 这就是学校造成的 这是我自己 切身感受 非常深刻 那个学校 你的教师 从小学开始 就给小孩灌输 什么个人权力 你有权 怎么怎么怎么 父母的话 不要听 有权不听 有权对着干 这 就跟这个中国的那种 传统的那种校道 他完全是 相利的 当然有人说 这是好事情 中国那个校道 什么是一种 是一种专制的 是一种腐朽的东西 你不能这么绝对化 因为小孩 他非常幼稚天真 你让他来决定事情 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而且小孩也是异变的 他也是没有社会经验的 极端的强调校道 而且以校道这个为名 来虐待小孩 当然是错的 但是你美国这种挑动 小孩对父母进行判例 也是邪恶的 因为小孩的理智上是薄弱的 小孩和未成年人 他的社会经验是欠缺的 他是容易受到诱惑的 因此他这个左派 他现在这么 这种平等法 他一是搞乱家庭人能 二是搞乱性别意识 三是挑动这个小孩 叛逆父母 他对这个家庭 他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社会最小的细胞 家庭一旦破碎 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甚至会造成社会结构 一方面 左派 他鼓吹的这种极端的 放纵 包容 他摧毁美国主流社会 另一方面 他鼓吹的多元文化 鼓吹的多元文化 鼓吹的对这些 伊斯兰教 犹太教 其他 这种宗教 还有这个 这个不同的文化 意志的文化 的无原则的这种包容 甚至包容他们不认同美国 这个又是在 这个又是对美国社会的一种挖墙角 这是双腹齐下 这个在 在左派 多元文化的推动下 现在欧洲 已经出现了这个穆斯林的 分裂欧洲 颠覆欧洲的危机 欧洲本来是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 因为法国感受到危机的 法国要限制 在公立学校 携带这个头巾 面纱 学生教师都不能够 女性 穆斯林都不能够带 结果穆斯林就群起抗议 说马克龙是希特勒 你把希特勒过分的否定了 别人都是这个后果 恶战以后的政治正确后果 还有这个伊斯兰 在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 搞这个国中之国 他这一个城区 以穆斯林战 多数你敢 卖这个猪肉的 这个麦当劳 汉堡包 他就打死你 他就排斥你 暴力想象 因为这是他的伊斯兰教的特点 他的特征暴力排他 你在这个媒体里讽刺的 这个他们伊斯兰教的 这个神圣的人物 比如说穆罕默德 先知 他就杀了你 把学习查理周刊 而且因为这个左派 而且这些伊斯兰教啊 这些穆斯林 他本来他生育率很高 他达到百分之三 达到每家 每副家庭三 三点五个小孩以上 他远远高于这个 法国主流社会 法国非穆斯林的这个 每个家庭生育率 大概是一点六这样 那么他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就会取得人口的优势 先是局部的优势 后来就会全局优势 一方面 左派以这种 平等乏 破坏这个家庭人能 破坏性别意识 异化性别意识 破坏这个孝道 挑动这个子女 对父母的判例 这必然会 破坏和结构家庭 然后进一步的降低 主流社会的生育率 会更加助长 这些意志宗教 意志文化的人口优势 比如说穆斯林 也不仅仅是穆斯林 实际上比这个穆斯林 更加强势的 更加隐秘 更加高明的 是犹太教 犹太教他没有那么张扬 他现在 也不 很少采取暴力排他的 这种激进措施 对抗主流社会 但是他通过控制 一个国家的 经济命脉 金融教育媒体 他控制这个国家的精英 影响的国家的精英 你比如说特朗普 他为了讨好取悦 这个犹太财团 他也装模作样的 去以色列的枯墙 戴上犹太人的小黑帽子 装强做事 而且他的女儿 也皈依这个犹太教 嫁给这个犹太人 这就是这个犹太教 他在 同化基督教啊 犹太教 正在同化基督教啊 基督教正在消亡啊 本来他们是基督徒 但被犹太教给同化 为什么呢 因为为了讨好他 因为他很强势 他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这个教育媒体 金融 还有这个命脉的 这些经济 这些企业都被他控制 这个才是更高级的这种控制 基督教的这个白人社会 还有这个非犹太教 非伊斯兰教社会 正在消失 这个是很可怕的 一个趋向 这么下去 随着这种 美国主流社会 还有欧洲各国的 这种主流社会 现在美国在乱能方面 就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 美国 左派 他在反传统和乱能方面 他走到了欧洲国家的前列 他比加拿大还要厉害 比法国德国的左派还要厉害 推出这种平等法 是要消灭性别 要搞乱性别 消灭这个家庭人能观念 加速这个家庭结构 推动家庭结构 这就是亡国 这就是一种亡国 的祸害 如果不能够支持 如果美国不幸通过了这个平等法 美国离亡国就不远了 不要不要谈什么 要 推翻中共了 不要谈推翻中共了 中共 很可能中共还没有垮台 美国先灭亡呢 对 对